中午12点多,位于深圳华强北路355米高的赛格广场,莫名其妙地发生晃动,胆小的人惊魂不定夺路而逃,而跑在最前面的是那些平时自称胆大的人,此时在大楼外面,可以看到楼顶的天线明显地左右摆动。 一时间矿机共振说,地球自转偏向力说,热账冷缩说,有人组队推楼说,都甚嚣尘尘上。 由于大楼设计时,都充分考虑了风载荷的作用力,允许楼体在一定范围内摇摆,比如台风扇竹期间,网友就拍到隔壁的楼颤颤悠悠地摆了一阵子。 或者又有住在高层大楼里的网友发现只要外面风大,家里的吊灯就会摇摆,说明楼体在晃动。 有些大楼每天承受强劲海风的吹袭,里面的人对楼梯晃动早已见怪不怪。 要说最怕死的,当然是那些华尔街的大佬,他们总会在高层的住宅里放上摄像机,观察大风天时,自己的大楼和对面大楼的相对摆动程度。 一旦政府超过心理预期,才会考虑乘坐私人飞机去迈阿密躲避。 但昨天,华强北路最大风力只有5级,为什么就能让大楼摇摆呢?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悬挂在弹簧上的圆柱体,在风扇的气流中上下震动。 在某个风速下,圆柱体会剧烈震动将弹簧扯断。 而原因则是,空气动力学家西奥多·冯卡门发现了一种流体现象,叫做卡门窝街。 他发现,一个处于流体中的圆柱体,背流一面会上下交替出现脱体漩涡。 这些漩涡脱离后,体积不断扩大,而内部气流旋转的动能不断减弱,一个跟一个离去,就像大街上排队买奶茶的人一样。 卡门窝街在大自然里随处可见,比如你的汽车顶上有一根直径5毫米的收音机天线,汽车跑起来,这根天线在气流里就会制造卡门窝街。 而漩涡交替脱落的频率可通过公式计算,其中的斯特劳哈尔数就像雷诺数一样,是一个无量钢数,它与雷诺数的关系如图所示。 由于天线截面的雷诺数大约300左右,从图表上目测,斯特劳哈尔数大概其就是0.2,车速按33米每秒,则卡门窝街的频率是1320号兹。 正因为卡门窝街让空气以1320号兹震动,所以你坐在车里能听到天线发出呜呜的响声。 而对一栋大楼来说,卡门窝街也会如约而至。 只要达到一定的风速,大楼被封一面就会出现交替脱落的漩涡。 如果仔细观察这些漩涡就会发现,正在形成漩涡的一侧,漩涡动能很大,气流速度较高,在物体表面形成短暂的顺时低压。 而漩涡脱离后,这一侧的空气静压又有所恢复。 而另一侧正在形成漩涡,又跟着出现顺时低压。 这正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说,引燃战火的人必将遭受战火。 所以,制造卡门窝街的物体自己也承受着上下两侧交替出现的气压的作用力。 这个交替的作用力对物体形成强迫震动。 一旦强迫频率与物体固有震动频率相偶合,物体就会共振起来,出现突然剧烈的振幅。 在现实中,巨大的塔科马海峡大桥,就是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风里,由于卡门窝街造成的强迫震动,正好让大桥出现共振,最后越振越欢,短为两节。 而现代的楼域设计都充分考虑了强风和卡门窝街造成的作用力,不仅能通过结构形变抵抗风载荷,而且很难形成持续的震幅发散的共振。 最严重的情况也就是稍微明显地摇摆一阵子,耳后一切正常,并不会越摇越剧烈,甚至拦腰折断,而且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大楼是被卡门窝街给推倒的。 如果你在赛格大厦里,又刚好看到了这个视频,当人们大呼小叫,夺路而逃时,我想你肯定是人群里最镇定的一个,一定会不慌不忙又不失体面地跑在最前面。